网上有人提问,我不和群,需要改吗? 有人在底下评论,不需要改,因为俄罗斯方块告诉我们,你和群了你就消失了。 和群是一群人的狂欢,而成长更需要的是一个人的孤单。 真实的社交真相是,与者和群,智者同贫。 奇葩说第五级第24期的辩论主题也是关于不和群,要不要改这个话题,有人说要改。 因为不和群说明,你不好相处,你脱离了大众,也有人说不改,因为这是对不和群的人的歧视,还有人说坚决不能改,因为不和群说明,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 辩首颜如经却说,不和群只是表面的孤独,和群了才是真正的孤独。 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,日常社交中有多少人选择和群是因为害怕孤独。 相反,选择不和群的那些人无疑是强大的,因为他们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脆弱,敢于真实面对自己的需求。 作为成年人,如果忽视自己的内心刻意追求和群,那么这不叫和群,叫伪和群。 与其沦陷在伪和群的陷阱里,不如专注自我,选择独处,在安静的时光里,强大自身。 有一位网友分享过这样的经历,刚进入职场时,经常打交道的小方将他拉进了一个微信群,说是会经常组织聚餐。 他很感激小方,毕竟作为一个新人,被集体接纳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 于是,他参加了第一次聚餐。 在一家烧烤店,有十多个人,围着很长的餐桌,大家吃吃喝喝,打游戏的,聊天的,讲故事的。 其中不乏一些人的吹嘘和炫耀。 他感到很不适,因为大家全程没有一点有意义的交流。 客套的敷衍,机械式的吃喝玩乐,违背本性的找话题,压抑的氛围和令人生厌的讨论,都令人疲倦,窒息。 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的合群,就是一种违合群。 他让我们忽略自己,委屈自己,从而迎合他人,获得外界的认同。 久之,我们逐渐失去真实的自我。 这种聚餐,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违合群,浪费时间,浪费生命。 好不容易活动结束,然后在群里看到平分费用,人均一百零二块。 网友再次感到无奈,因为他只吃了几根串串。 但看到群里大家纷纷发出来的转账记录,他还是默默把自己那份随上。 他想,这钱花得真冤枉。 也是这次聚餐让他意识到,自己根本不适合这个圈子,强情融入只会让他感到压抑。 后来,尽管小方极力邀约,但网友却再也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。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,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里,合群有一个同一词浪费时间。 为了显得合群,选择加入一个圈子,到最后去发现,我们不仅没有从中得到收获,反而浪费了时间,金钱,甚至消耗了对人际和社交的热情。 所以,比起刻意追求合群,更重要的是,要学会享受独处,不断提升自己,塑造更强大的自我。 曾经认识一个女生很不合群,那时,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团体,只有她一直独来独往,从不和人组团。 她的室友忙着学化妆,谈恋爱,逃课时,她却总是背着双肩包行,走在寝室,食堂,教室和图书馆。 班上同学都在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时,她却拒绝了邀请,选择独自在图书馆查资料,写课题。 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孤僻的人。 到了大三下学期,要开始准备论文,其他人才意识到,大学三年过于荒废,开始为写不出论文发愁,为找工作担忧。 大家都身处焦虑,唯有她是例外,因为她被保研了。 这个结果让大家深感意外,却又在情理之中。 毕竟在别人嘲笑她不合群时,她已经默默努力了无数个清晨和傍晚。 在别人追求合群,追求一群人的狂欢和喜乐时,她选择了一个人的孤独和坚持,那些独处的学习时光早已预示着她的成功。 因为刻意追求合群,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,付出了大把的青春,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事无成的懊悔与沮丧。 倘若我们内心足够强大,又怎么会轻易被伪合群打倒? 人生最应学会聆听内心,做真实的自己,而不是在盲目合群中迷失自我。 我们应该学会独处,利用独处时间去学习提升自己,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,强大自身。 只有弱者才会一味追求合群,不断沉沦,而强者不仅忠于自己的内心,还善于独立思考,利用独处来不断强大自我。 有时候,我们总是太过于在乎外界的看法和评价,于是百般迎合,强行合群,从而失去自我。 围炉夜话中有言,滥交朋友,不如终日读书。 你以为是在合群,其实只是被平庸所通化。 维持社交关系的最好方式,是让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,将时间和精力用来提升自我,才会有惬意的人生。 作家出小鬼说,合群很重要,但要和一个什么样的群更重要? 刻意追求合群,是一种违合群,是对自己,对生活的妥协。 年幼的小鹅,放在鸭群里,只是公认的丑小鸭,只有找到属于它的天鹅群,才能感受到和同类在一起的美好。 不是一类人,刻意往里钻,反而会让人不舒服。 比起伪合群,那些不太合群的人,更加清晰自己的目标和需求,懂得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就像陈道明,在浮躁的娱乐圈,不爱聚会,不接应酬,不肯圈子妥协,尽全力演绎好每一个作品。 不合群的他,喜欢在独处中沉淀自己,在作品中展现自己。 独处是,他喜欢通过看书来扩充知识积累,从而更好地去理解剧本和角色。 也因为这份执着,他内在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,对角色和人物的把控越来越精准,演技也越来越深厚。 无论是末代皇帝,还是康熙王朝,或是清余年,同样是饰演皇帝一脚。 但是他的演绎下,每个人物形象都各有特色,成为观众眼中的经典。 冯继才先生曾说,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, 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。 陈道明便是如此,他拒绝了和群,选择独处,利用独处沉淀出了更优秀的自己,也带来了更优秀的角色。 其实,不需要刻意去和群,放弃自己融入集体, 适当地将精力多化在自己身上,学会和孤独握手,反而会更加舒适从容。 学会独处,才能拥有更多思考时间,去明白内心的真实需求, 去不断提升学习和工作的效率,去摆脱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, 从而重获内心的平静和情绪的安稳。 于华曾在细语中呼喊写道, 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, 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,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。 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, 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, 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。 与其被虚构的热闹和人群所束缚, 不如享受一个人的孤独与自在。 那些浮于表面的关系, 并不能带来真实的快乐与安慰, 只会放大内心的空虚与无助。 在现实生活里,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, 为了和群,我们会交很多朋友, 经常参加各种聚会, 认识很多人,加很多好友, 自以为是社交高手, 然而很多关键时刻, 竟然不知道找谁才好。 我们不断追求和群到最后的意义是什么? 为什么认识那么多人, 到最后依旧觉得没有什么用? 为什么通讯录这么多人, 却基本上很多都没有在联系? 刻意追求和群的本质是, 低质量社交实际上毫无意义。 成年人的社交, 从来都是求同存异, 刻意和群, 不如独处。 只有拒绝无效社交, 做真实的自己, 才能利用独处时间不断增强实力。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, 才能吸引同贫的人进入更优质的圈子。 愿你能看淡繁华, 享受独处, 活出自己的人生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感谢观看